在距离边境线只有11公里的大漠戈壁 尼玛老人和往常一样到西线巡逻 回想当年 第一次来到这里 她还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女孩 一步望远镜 两只狗 一群骆驼和羊 在这里陪伴着尼玛老人 如今 55岁的儿子哈达布和 早已接过母亲手中的寻边接力棒 继续守护着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希望的事实 为她把这工作干好 她干得出来 我也比她还能干 在距离内蒙古阿拉山 2000多公里的新疆乌恰县吉根乡 这里的第一批义务守边人 布鲁马汉毛勒朵 已经81岁高龄了 虽然已很少去寻边 但她依然住在东谷拉玛山下的村子里 为边防官兵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布鲁马汉将自己最好的年华 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守边事业 她没有上过学 但她能想到的坚守 就是沿着边境线 凿客大大小小的中国石 用十万余块中国石 连成这一条生命中最长的线 这一带边境线是哨兵们用生命走出来的 她已经铺在哨所 却留下了不少对家庭的遗憾 一提到父亲 我就很内疚 在他病危的时候 我好不容易抽到了半天的时间 回家探望 父亲还把我给撵走了 跟我说 你守好少数 才是最大的敬项 爱与藏友 你不要像家 不要像妈妈 妈妈 你不要牵挂 孩子 我已经当当 路加三代六寇 在边境线上 无悔地戍边四十四个年头 守护住这里的每一块戒碑 每一座山峰 每一寸国土 在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 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生前是国门 身后是家园 他们与山峰的国家 与风雪作伴 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 身上却肩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 守护边疆 捍卫祖国 他们就是中国守边人 昨天天宗 你自己认可 有数川 他在選助 两天宗 他在指导 这是西兰 山峰的颇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